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还是病毒感染 应该是 肌肉还酸痛嘛 所以上个礼拜几乎 倒在家里面 过年都没有睡那么久 真的睡一整天欸 然后起来吃个饭 又湿又冷的天气刚好睡 又对对对 又睡 然后突然间你会有一种估计感 我太太跟我讲说 可是猫是在猫咪房啊 然后我太太就说你怎么不到房间去睡 我说我在客厅 我在客厅陪你看电视睡好了这样 就变成 依赖性很强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不到房间这样子 我说没有 我到房间去我感觉上我有估计感 真的会有 就好像被世界遗忘了 然后你时间感也没有了 昏睡啊 现在是什么时候 下午了 天黑了 哎呦好恐怖喔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哎呀 完全觉得说 很恐怖的 健康多重要 是啊 人的心情跟身体 绝对是相关的 昨天开始不是出太阳了吗 对不对 我赶快帮我太太拿衣服到 顶楼让他去晒 就好了 然后隔壁的那个邻居 那个阿嬷就说 哎呦 那个好好先生又在帮太太晒衣服了 哈哈哈哈 上来晒晒太阳 晒太阳病就好一般 所以说 哎最近呢 这个天气慢慢好了 可是呢 跟天气呢 有关的这个 天气冷的时候呢 有些问题有可能 大家今天要再讨论一下 现在在高雄呢 天气太冷 那学生要加外套 那但是呢 学校规定说不可以 哎 这种事情呢 万一导致的学生感冒呢 可是老师可能都穿着大衣羽毛衣 是不是 老师都可以 那小孩子都不行 因为高雄没那么忍过 对啊 真的很多地方是从来没那么忍过 从来没那么忍过 桃园还有1.8度的 桃园呢 我太太跟我讲到桃园1.8度 怎么可能 结果真的是 山上的小学 是哦 那所以说我想今天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切入好了 因为 如果万一天气很冷 可是呢 学生呢 在家长的要求之下 你多穿一点 然后呢 到学校就是说 因为学校的制服 通常都是很普通的 薄薄的 对不对 哪怕是运动服 很少 薄薄的 衛生衣穿了 卫生裤穿了 可是 那个10度以下的低温时代 是不是 可是高雄市的这个青年高中的 的老师 青年国中的老师 就不以为然 他认为 诶 我呢 学校的制服呢 这个呢 他说他很宽松 你可以把这个呢 穿在里面 然后你在外面 你所有的衣服都穿在里面 那外面到学校外套 他的目的是因为呢 因为他们学校曾经有这个 不良少年的翻墙进来 然后呢 对校园的治安呢 可能会有一些隐忧 所以呢 在管理上面 好方便呢 他希望呢 大家都穿制服 那不要说 看起来有穿便服的呢 他很难以 很难以辨识 是不是 这一个 这一个 校外的不良商 也有他的道理啦 但是呢 这个如果 我们先用法律面 来看 万一 这样子而导致了 这个学生呢 打冒了 嗯 那我生病啊 干嘛呢 那学生家长 我不是命令叫你要穿夹克吗 不是啊 老师叫我把他脱掉啊 可是感冒了 那怎么办 其实学校是有校规的 校规就是管理学生的一些日常生活 包括你的 呃 作业 作业 你迟到 还有几点 寄警告 那是其中的一个考虑 对 就是说 不在此限 你提装衣服 你平常就穿便服来 那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 可是天气冷的 这个时候 那其实 某个程度 我不相信 学校没有办法辨识 孩子里面有没有穿制服 是啊 所以你穿了便服外套 但是里面一打开来 还是制服 嗯 那这个只是为了保暖 因为我们到教室 就不需要 不需要穿到这个便服 嗯 那孩子会 投诉是因为 他没穿 嗯 放在椅子上也被寄警告 对 也就是说 这个校规 有时候 你看 学校规定一定有 但是 执行面 就像我们的法律一样 有个裁量权 对 也就是说 什么情况之下 才要做到处分 这个事情 那 学校的裁量权 几乎就是说 没有裁量权 只要有 我不管你是什么 原因 都处罚 那这个 其实应该严格来说 只是裁量 是不是 是不是 合疑 是不是有过当的问题 很难说 他把衣服没收 就有所谓 过失伤害的 法律上的责任 很难 因为他毕竟是符合他学校的规定 但是 他这样子的动作 孩子就真的生病感冒了 那跟这个 是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 那还要有法院去做裁量 你很难直接说 老师这样没收 就有犯罪 但是 这的确是有 就是你在执行校规的时候 裁量 适不适合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很多校规都有一些 所谓的 权宜的状况 像这种天气 以前 我记得还有一些女校 规定 冬天只能穿裙子 也是人到爆的时候 孩子都一直着凉 那后来就说 那几度以下可以穿长裤 其实这本来就 你有传统 没错 但是 孩子的健康可能比传统更重要 而且最重要是说 你这样的东西 变成他的一种讲诚 其实就真的没有必要 就是说 除非他真的 给你烫个什么金毛狮王 这样很离谱的行为 否则你穿个小外套 或穿个长裤 需要到变成他的操信上有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检讨的 所以说 当然啦 我那个学校 他总说 其实讲是讲 但是不会记啦 不会真的记啦 那你干嘛讲 我觉得奇怪 你这老师就是 你就是 是不是你习惯了 用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学生根本也就觉得 你根本 反正你也不会记 不会真的记 那你这件事情 是不会真的来 那现在另外一件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讲真的呢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其实老师 尤其是在 教孩子的过程 因为 像我去参加学校的 老师 不是有 开学都有天 是学校日 老师会交代说 这个学期的事情 他都会要你 第一要让他好好睡觉 第二要让他吃很好的早餐 第三 就是要求家长说 不可以让孩子太晚睡 他其实大部分 是在照顾孩子的健康 可是这个学校就刚好相反了 对 是不是 那所以说 我其实在看到这个 因为 现在啊 当然 学校的管理 因为现在很多的 校外的这些 不良少年帮派 你确实会有 毒品侵入校园啊 什么 实在很多 那这个 包括到学校里面去 黑帮侵入校园去吸收 因为现在很多的 赌博性的 网络赌博 也都靠学生 对 那所以 学校要好好的管理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说 有时候会不会 你交往过正 在这种天气冷的时候 这种是特殊情况 而且我跟你讲 天气那么冷 校外不良少年也懒得来 哈哈哈哈 他们躲在家里面遇寒 对 所以说 你这种时候呢 你就知道说 会到 如果这个不良少年 在这种冷的天气 还要去 混进来 哎呀 那这个 这个他的精神 精神也很可嘉 哈哈哈 你也给他 哈哈哈 这是开玩笑 但是我是觉得说 天气冷的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 已经不是 不是一个说 在 在 这种大环境里面 这一次的 这波寒流 猝死了150几个人 对啊 真的很严重 150几个人 最年轻的好像21岁 对啊 21岁 心脏 负担不起 我的天啊 那么年轻怎么就会 所以 这个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要有所 有所拳移 拳移的地方 你就必须要去这样子 去顺应一下 就像政府在执法 其实某个程度 他也会看情况 嗯 不是每个只要违规的 都 都马上 马上祭典 一定要 炒红灯就开枪 啪啪啪啪啪 实证程序法 要让人家说明啦 是不是 说明一下 我这个真的是因为太冷 我没有其他的 就学校的衣服 我实在是我 特殊体质 我很冷 所以慢慢叫我穿 对 一定会有 全域的 而且 天气这种东西啊 这种 这不是我说谎嘛 哈哈哈 好不好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因为 也出太阳了 这两天趕快 趁湿 趕快晒棉被 对 晒棉被啦 我所有的这个 卫生衣裤 全部 洗干净了 都已经每天都湿的 对不对 都湿的 湿湿冷冷的啊 等于是没有干 然后就 贴气又冷 不是 就等于 对对对 所以大家趕快把它去晒 晒被子 好不好 那 之外呢 我想有两件事情 法律的东西 也要跟珊珊来讨论啊 一个 当然就是我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唱卡拉OK吧 比较多啦 就包括我们家 一年也 那时候开放一次 然后呢 啊 那个机器一年才唱一次啊 真的 平常没有时间唱啊 平常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哈哈哈 她懶得听我唱 我也懶得听她唱 哦 所以那个时候 过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去买个好几万的 那个 全套设备放在那裡 然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 还要很要求业者说 欸你要给我灌歌哦 每一年要 最新的update 对对 结果呢 人家有update 你根本没唱 我根本也不知道 是不是 那每年都唱一次 嗯 还好今年哦 我在唱的时候 我还特别去观察一下 我们楼上楼下 通通熄灯 嗯 出国了 回家了 都可以唱 我还是很 care 很 care 人家会不会啊 那 但是呢 这个呢 就要跟大家来聊一个 这个呢 是发生了在这个 算是卡拉OK店了 那这个卡拉OK店呢 他有这个噪音的问题 那这个噪音的问题呢 因为现在呢 扰零率哦 这个呢 被被告发 那因为你扰零 然后呢 大家去告发的 这样的一个几率呢 越来越高了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 呃 珊珊是民意代表哦 嗯 我想你可能会 常常接到 常常会类似这样这样的投诉 但是问题就是说警方啊 或者是说这个环保局啊 在受理这些案子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有一些 因为什么 很多的民众无奈 他为什么会告发 他为什么会打电话 是因为我打了电话 我觉得说你们好像都很怠慢 嗯 还是说你就收了他们的钱 嗯 你是不是跟那一个 制造噪音 对对 你是不是收了他们的归费 所以呢 你就故意的视而不见 然后每次呢 叫你来的时候呢 哎 都是他很大声的时候 你们一来呢 他就完全没声音 然后你就说吵此事 嗯 怎么办 其实台北市像营业用的 如果你真的就是卡拉OK 那种有附设卡拉OK的店 对 大概都有噪音管制 而且他就都有在管理啊 嗯 那比较严重的是这种非营业 他竟然是针对非营业 对 非营业就是你是可能小餐厅 对 去摆个机器 是 然后就唱歌唱得很大声 另外一种叫非营业就是什么里长那边 对对对 或者那种阿公阿妈下午去唱歌 公园 公园 尤其是这种公园开放性的场所 是 就阿公阿妈唱歌唱得很开心 对 然后 然后 这个其实都是非营业型 就是没有人赚钱 嗯 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开开心的 对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其实 的确会造成很多民众的困扰 就旁边 尤其是周边的邻居 那像下午三四一两点开始唱 那旁边老人家也不用睡了嘛 真的不用睡啊 所以 台北市其实 其实这种受理的案件 其实我们也常接到民众的诚情 我想市政府也是 嗯 打1999 对 就会派人来机查 嗯 可是机查他就是一定要测 对 一定要测他的噪音值 是 就像 你不可以完全漫无目标的说 欸你违规 所以一定要先测 对 那测的时候如果有人 因为 你去测的时候 你还是要表明我是环保局 对 我还唱吗 哈哈 我是白幕吗 你还测了我还来唱 他就关了嘛 是嘛 所以这也是一种劝导啦 我劝导你不要再吵了 对 可是我走了你可能忙又打开 那你最好一直站在这里 所以像类似这种案例 我们都会 跟民众说 那你提出诚情 比如他每天固定唱 嗯 那可能就必须在你的家 从你的耳朵这边 对 设置一个侦测器 嗯 然后来测他的平均噪音值 嗯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因为噪音的处分是平均值 嗯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平均的分贝数 也没有超过标准 对 那他只唱十分钟 可能一个平均值下来 其实他也很难超好标准 被淹没了 平均值嘛 所以变成很困扰啦 其实这就是公德心 嗯 我其实台湾的公德心 已经比其他地方好 尤其比大陆好很多了 你看根本 连讲话都很 都必发生 就是啊 我们上次还讨论过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公德心 然后地方上 就请民众去劝导 对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 愿意啦 是 因为你真的吵到我了嘛 那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类似说 家庭制造的 就像耀哥说 他在公寓里面 是 大楼里面 对 楼上楼下 那其实隔壁在唱歌 你大概都听得到 对啊 只是你的大到什么程度 吵架都听得到了 不要说唱歌 哪扮歌我 其实我们的楼地板 现在都是清隔间 其实都很薄 所以其实楼上楼下 你动个家具 都听得很清楚 对对对对 只是说你的持续的时间 有没有造成人家 生活上的困扰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 互相忍让一下 但有的人是真的会超过 就太over 太 频率太高 然后时间太晚 所以像现在我们就是 比如说夜间的话 你超过一段时间 那个就很容易测 因为没有周边噪音 因为晚上测 很奇怪 因为你有环境噪音 对 你外面汽车也会有噪音 对 所以那个测的 就很容易过标准 是 所以其实 只要你有这个 类似的困扰 其实你先打1999 嗯 他如果来了 可能就会有人收敛 但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请环保局 在你们那个地方 设一个检测器 来测它整天平均的相关的噪音 这样才有办法开发 这个东西实在是 实在是 又有违法之余 可是又很难抓到违法的证据 是啊 然后我的朋友咧 我就听到 上次我听我朋友讲 我就笑死了 他说 那你就以棋人之道 还字其身啊 他唱对不对 那你也给他 他说 唱得大声 他说他们楼下的一个小朋友 一直在拍球 砰砰砰砰 这样子拍篮球 可能刚会打 很大声 吵死了 然后他就咧 他就拿那个 那个什么 拿他们的什么扫把 什么东西 就这样戳嘛 就在顶回去 结果我朋友 弄太大力 破了 把他们的天花板自己戳破了 哈哈哈 要怎么办 怎么办 他说 他气死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也没有人 叫你要戳天花板 对 他自己戳破了 他知道自己再去补 但是他就觉得说 噢很噢 他说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办 那通常管委会 会帮忙出面协调啦 那真的不行 就是去调解委员会 帮忙调解 是啊 有很多类似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是 楼上三个孩子 你叫他怎么可能不吵 那楼下要准备国家考试 哎呦 那这个是 那真的是叫做疯掉嘛 真的 那因为他白天 那秀才遇到兵啊 对 所以 后来就是两个人去调解委员会 就是你的小孩 晚上八点钟睡觉 八点以后 拜托不要再有这种 是 叫噪音 因为他晚上读书 他白天他去图书馆 晚上他 休息一下 晚上他再开始读书 是 就两边互相 可是你说那三个孩子的 妈妈也很为难 那怎么办呢 你叫我小孩不跳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 我告诉你 我妈妈就带三个儿子 然后呢 我们就常常在搬家 进广告 我妈妈就要告诉你 好 所以呢 我也是这样 你家邻居会抓狂的 插到插到插到就要抓去 屋顶要掀开 屋顶要掀开 屋顶都要掀开了 所以我的印象中 我的小时候的童年啊 都在搬家 你家常常被人家投诉吗 可能是吧 然后呢 就会 就会 跟人家 其他房客 而且以前穷嘛 穷你们 我们绝对是住那种 雅房分居的那种 一个小房子 小房间 是不是 那你在房间里面 吵到翻天了 你隔壁怎么受得了呢 他就跟房东讲 房东就说 不好意思 房客都说你们太差 是不是你们下个月就搬家 最好是明天就搬 你最好可以 现在搬马上搬 好不好 所以我小时候 我的印象中 我们竟然在搬家 我妈就很辛苦啊 那我就知道说 那种呢 人家 被投诉的感觉 跟投诉人家的感觉 我想 都知道 所以 尤其是小朋友 他吵起来的时候 他哪会知道天高地厚嘛 也很难控制 是不是 你大声的话 比你更大声嘛 然后一开始 妈 你叫妈 我就叫妈 更大声嘛 大家互相嘛 尤其男孩子 所以说 这个东西 你说那个考高考的 考国家考试的 对 碰到这三个儿子 我看他真的快 一定疯了 是不是 他哪能 哪能堵得下去嘛 是不是 所以我那个邻居 我那个朋友也是 他被他 那个小孩子拍球 拍到他 精神衰弱 对 有的人真的会 精神衰弱会抓狂啊 看忧郁症 是 但是呢 这中间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你刚才讲那个 廣委会 或者是那个 议会 我觉得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自己 去跟邻居 去吵起来 最后 最后就发生冲突 甚至 甚至 甚至发生悲剧 是不是 会有 我们如果你 印象都还很 很深刻的话 有那种呢 邻居受不了 吵的 然后呢 他觉得说他们都在讲他 什么什么 他就去种活的 去干嘛的 都有 去泼酸的 有没有 没错 那个我们 印象都还很深刻 找第三者 介入比较好 对 不要亲自去理论 那马上两 双方几乎 经常 都是马上就干起来的 因为没有个转 转环啦 是啊 所以 会觉得很没有面子 但是呢 问题是有一些现在 有一些那种 那种双拼的 嗯 那种是没有广委会的 那怎么办 找里长 第一里长当然可以 帮忙 但是如果 里长也不便介入 因为两个都有选票 是啊 那怎么办 找民意代表 找我们也没用 我们也是找调解委员会 帮忙他们去到调解委员会 因为调解委员 都是地方 上面 比较得高望重的人 会有一些解决纷争的一些经验 是 然后他就会劝说 大家怎么 你这边让一点 那边让一点 大家让一点 他试试看 真的不行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那所以上次就是 后来就是 正好楼上去买 那个什么 吸音店 那个软店 是 因为小孩子太爱跳了嘛 是 就买软店看能不能 吸掉一部分的声音 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是 那真的有改善 那楼下的就会觉得 嗯 那你有诚意 你有在改 那我就可以勉强接受 那慢慢大家再调个时间 对 就可以相安无事 因为说真的啦 你在台北市要搬家 房子也不是随便买就有 就是啊 对啊 你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把我连那狗叫 嗯 狗叫 狗太吵 他就把他狗堵死了 有没有 欸 你会觉得 蛤 那個狗他就这样 然後 那个 那个 现在的处理方式都是很 自我意识 会造成很多的悲剧 很激进 很激进 我觉得那个都已经太 太over了 但是 其实大家只要去买一个小小的口罩 给那个狗袋子就好 或者你自己可能塞一个耳塞 可是这种 当然啦 狗的话你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嗯 那种相关的 其实不是只有噪音啦 嗯 包括什么呢 包括 污染 有些人很喜欢捡那个石荒的 有没有 你没带不及就捡了很多东西 回来 就塞 堆在他的门口 看你那怎么办 对啊 臭死了 我们最近有个成绩非常的有趣 楼下的人 觉得他们的阳台 一直有狗尿的味道 然后就 抬口上去 现在都大楼啊 你根本不知道哪个阳台低下来 对 结果 就找啊 就要每 整天在那边盯着看 哪边的人阳台有放狗 狗会那个 因为他阳台可能不是完全百分之密 或者是狗是公的 他会往外喷的 哦 整个大楼这样的污染 一排上去 四几层楼 然后好几排 是 就每天都在那边等说 看哪个地方会掉 这些下来 结果咧 还是没找到 所以 我记得说 像这种大楼一起 大家集合式的住在 对 你都会发现 这种 就有些人比较 他的功德心不够的时候 然后呢 或者他就根本就是 他觉得贪小便宜 或者他根本就是想方便 方便 我 因为我家住山鼠的 我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 阳台 诶 那些楼层 有些住户 我就看到他带着 几只狗 在凌晨的时候 或者是 就到丙楼阳台 然后就去留狗 獵完狗之后 狗大便 我看到狗大小便之后 他就 人就走了 你就看到人家 好 那我就知道这是哪一栋 你知道吗 刚好 没事我们家就住那么高 但是 这样子你被看到 然后再经过官委会 去 去掉路影带 去干嘛 去 我觉得对你来讲 你很没面子 没面子嘛 我觉得你自己 应该自己先自立 打理好自己 但是有一些我就想说 那个会去捡 那种石黄破烂的 那你有时候还会夹带一些 那种 像说在高雄 登革日啊什么的 对 并没有闻 诶 你那个环境喔 臭到不行 而且呢 包括比方说 他自己门口堆不够 对不对 他堆到公共空间 楼梯间 堆到停车场去 他把停车场 也当成是他的储藏室 所以呢 什么箱子 什么事 哇 爹爹爹 所以这一次过完年 我就跟我们 我们的官委会讲 我说 我说人家来看你们 你们大楼 玩礼的时候 一看到这东西 他就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管啊 很多的老人 到年纪大的时候 就有酸臭味 身上有酸臭味 可是 我觉得大楼不应该这样 你难道就会 就一定 因为你的大楼的年纪 到了十几年的时候 你就必须一定要有 酸酸臭臭的味道 是不是 不可以 我觉得那都是管理的问题 然后管理问题 我认为说 管理委会你就必须要去尽到 管理的责任 是不是 但是政府也有法规 但是内部 在你们社区里面 发生的事情 可能还是管理委会 有限 对 政府有时候法令不入社区 比如你们发生争议 也是你们自己先解决 除非有违法 政府才会解决 OK 所以噪音也好 髒乱 什么种种 有些时候 你就不用自己去 因为我 我曾经看到我们那个 邻居之间 看到有一只人在遛狗 然后那个狗 就是不知道是尿尿还是干嘛 另外那个人 没有马上把他捡起来 另外一个邻居 就过去来指责他 嗯 那你这有没有功德心 那两个 就吵起来 就吵起来 我想这种事情 实在是多如牛毛啊 但是这种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但是有一些人他心里面 他都看不过去 但是有些人心里面就想说 最好不要被看到 但是问题 他们就一定会碰到在一起 对 那这时候呢 怎么办 好 功德心 好那还有一个 这个事情 我想跟各位 可能会有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女生 或者男生 帅哥 很容易你们都会想到 去当那个show girl也好啦 或者是你们会接很多的 这个试镜 里面model 这个是这样 有一个模特儿 叫做Olivia 他为了要接那个活动 到法囊去试镜 那他的头发本来很长 腰 这个 这个 髮长及腰 然后被剪掉了45公分 45公分 很长耶 45公分 很长耶 结果头发还被染成了金色 他认为跟恰谈的内容 不一样 原本跟我讲的不太一样 所以他要求提高 不行 我要贵一点 但是呢 后来因为那个发色不符 这个通告没了 落空了 但是呢 后遗症来了 头皮发炎 他还拿不到钱的时候呢 他就告了公关公司 跟设计师 所以他们叫做 业务过失伤害 这个 这个事情呢 其实很多人现在去试镜的时候 跟原本想的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两件事 各位什么叫试镜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试吃 试 就是 不一定要 我还不一定用你 对 就是你来试镜 我要电影公司要找个角色 你试镜 试镜演了半天 我觉得你不合适 拜拜 我是不需要付你钱的 除非有做相关的工作 那所以试镜 第一个 这个试镜他就是 因为要做法郎的代言人 所以他就要去试 所以变成是他在试镜的时候 就由 我还是试哦 可是 我就动你的头发 然后把你染 法郎就把你染成 颜色 可是后来 通关公司 发现你的这个头皮 已经发炎了 你整个状态不好 我就没有办法用你当那个 所以他就没有给他通告 没有给他工作 所以没有工作就没有钱 因为试镜 不是所谓真正的工作 但是他在试镜的时候 接受到 这个公关公司跟法郎要求说 甚至就把他剪掉了 第一 你所谓的试镜 其实基本上 还没有成立所谓的工作契约 或成本契约 所以就变成 你们当时所约定的方式 到底是什么 那 你同意 让他剪头发吗 你同意让他染头发吗 看起来你是同意的 因为你想得到后面 的工作 所以就变成 这个同意是存在的 这个同意存在 你就很难说 这个公关公司骗你 但是 比如说 弄完以后 去拍摄 或是试镜的时候 发现说 你的法治 你的状态 可能 而且你的表情 没有办法适合我们 代言人的角色 所以就没有给你通告 对 那你前面其实这就白做了 是 但是 试镜某个程度 他就是 之前讲 白做的意思 嗯 你看看 你可能白做喔 对对 应该告诉你 你可能白做喔 甚至有的人 还要去试镜 还要自己付摄影费 有没有 付摄影工作费啊 是啊 留的照片 照片是你的 因为我 我拍完你 因为我是专业摄影师 我拍完你 你给我工作费 这个照片你拿去外面用 可能都没有这种 收你钱的问题 所以更 更没有说 试镜要给你钱的 这个约定 哦 基本上是没有的 OK 所以很多的 你看国外 有那种小演员 几百个地方去试镜 对对对 你不会有人给你车马费 不会有人给你试镜费 所以你就是 在试镜这件事情上 现在的年轻朋友 一定要记得很清楚 当他 他并没有成立 所谓后面的工作契约 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工作 第二 他在你的外观上 所做的任何的改变 应该都是经过你同意的 不然你怎么会让人家动 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的后果 因为 改变完毕之后 去拍照 或去摄影 不见得能够得到 真正的工作 或符合那个厂商的需求 你就会变成是白老鼠了 所以说这个有点像 你去做人家 你去做很多的 对 人家不一定要买你的东西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问题 我觉得包括 那试用 你找工作 那试用 那这些东西 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你怎么样去 保障你自己的权益 我想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 头发剪了 然后燃了 结果发炎了 结果 完全不符合 这个人家 那个厂商 需求 没有给他通告 他也没有钱 头发也 陪着富人又折兵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头皮又发炎 还得有医药费 结果他当然不符 就去告了 告这个 业务过失伤害了 好那所以刚刚讲的 试镜这件事情呢 他跟你是没有契约 还没有契约 还没有契约关系的 所以说他已经 他已经存在的 就是已经 不一定用你的这个意思 其实是啊 是很清楚 你也很清楚 你也很清楚 不一定用你 但是好了 那头皮 被动到发炎的 那这个呢 这是两回事 也就是说 你当时是同意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让你 因为你试镜要先 做一些造型 所以你同意他这么做 可是 我同意你这么做 不等于你可以把我弄坏 也就是说 这个剪头发的设计师 还有染头发的人 那是不是用了一些 那个染剂 是造成他头皮发炎的原因 那这个就是所谓 你是专业的 那是设计师 你用的染剂造成我的损害 不管今天我又没有付你钱 那都要 我们之前讲的嘛 你免费给人家吃 也不给人家吃坏肚子 对对对 拿过期的 你依照你的注意义务 你有义务要注意说 这个东西 是不是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的东西 而且造成你的方式 造成了我的伤害的结果 那这个过程伤害 是一个独立的责任 不会因为 我没有试镜成功 或者怎样 而不见 或者是 因为我试镜成功 而这个责任也不见 都不会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造成我这个结果 这个部分的过世责任 他是可以追究的 不论是否试镜 有没有通过成立与否 都是两件事情 所以他可以去 这一部分的话就可以 是啊 虽然你是免费帮我做 那是因为你跟公关公司配合 然后我要去试镜嘛 那你也不可以把我弄坏 弄坏的话 这个责任 你这个注意义物是存在的 嗯 你弄人家的头发 你弄人家的头皮 你至少要制造 不能够造成人家伤害 是 诶 像这个弄头发这个咯 我当他用听的 就听到非常多的纠纷 对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不同 或者是那个敏感度不同 然后 会造成 把头发弄坏了 弄到什么什么什么 毛铃片什么 都受损啊 不能够在那个 所以像这样子的 这种案例 因为什么 我今天我要来付钱 请你帮我染头发 染成那个颜色 对 这个过程里面 他如果有一些说明 可是呢 外行人 听内行人讲话 他还是听不懂的 对 因为你讲了半天 其实我也不知道 好啦好啦 反正你OK 你专业嘛 我相信专业 你就弄吧 反正弄了之后呢 又受伤了 他说那我要告你了 嗯 这种问题是 经常见到 可是 他就跟很多的医疗行为一样 医疗行为有一个 所谓告之后同意 我就会没有责任 比如说我告诉你 之后你同意使用 我就会没有责任 但是相对的是说 如果你用的东西 是 因为他一定有一些 规定啊 就是有一些产品 比如过期啦 或者是变质啦 你用在人家头发上 会造成人家损害 一般的 一般性的产品 应该是还好 唯一的就是 比较常发生 就是那种过敏性体质 它的 体质特殊 用到这个 就一定过敏 类似这样 你说法院案例 其实不是很多 没有那么多 的原因是 可能很多人就是 提告 然后大家陪一陪 私下和解 那真的要到法院去 可能就是要 伤害比较严重 那或者脱法 永远没办法再生 这种是会有 那重点还是回到原点 你们约定 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材料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 比如说 应该只用四十分钟 你给它 蒸了两个小时 那整个生成伤害 那你这个当然有 注意医务的确切 但如果这些都没有 那就是回到 你有没有符合 产品使用的标准 如果你 你太忙了 你忘记了 他还在那边烤烤烤烤烤 哈哈哈哈 这种当然有过失啊 是 ok 好了 新的一年 因为大家新的开始 大家都充满了新的期待 希望大家以前都顺利 但是在很多事情 千万记得 自己的权益 要先保护好 好不好 希望大家感谢生日到我们现场 谢谢 谢谢耀哥 谢谢